此国宝啥来透?英国出40亿,日本出3亿美元,后被博物馆3000拿走。 国宝文物人人都喜欢,就算欣赏不来,拿来换钱那也是一件美事啊。 不过既然是国宝文物,自然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有的。 且就算手里有一个这样的宝贝,不懂行的外行人拿在手里,也只当事件废物,不会当成宝贝一样来呵护。 今天我们来说一件国宝级的文物,也是一件禁止出镜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只是它的出场有点戏剧性。 我们要说的这件国宝,名叫袁继兰又白龙文梅平。 属于瓷器,讲到瓷器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古代出土的瓷器很多,且我国就是瓷器的特产地啊。 国内国外的收藏家,也都喜欢中国的瓷器。 每次拍卖会上,出现中国的瓷器,都会引起轰动。 那么这件园,既然有白龙文梅平瓷器有何不同吗? 怎么就偏偏它被定义成了国宝? 连出镜展览都不可以。 其实这件文物是原画时期景德镇的精品。 它的平身通体是既兰幼。 主文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 只看上面的花纹,就有一种比逆天下的叱咤风云之势。 目前这样的瓷器只有三件。 只是藏于北京及美国的瓷器,多少有点破损。 而这件放在扬州市博物馆的原济栏又白龙文梅平全身上下都完好无损。 单凭这完好无缺这一点。 它的价值就要比它同行的小伙伴,身价要高出很多了。 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这件文物不是出自古墓,而是发现于民间。 原济栏又白龙文梅平的主人是朱立恒,是他祖上传下来。 到了朱立恒这一代,已经传了六代。 1945年的时候,曾有人想用十八十米,跟朱立恒的母亲换这个梅平。 但是朱立恒的母亲没有答应。 并,这,上传,的宝贝,是无价的。 后来到了1976年的时候,朱立恒把文物卖给了文物店。 店主人当时也没当成宝,只当是一件普通的清代瓷器。 开价十六,后以十八元的价格成交。 银获两气。 1978年。 这件文物在展览时,被人所熟知。 国内外很多人都想要这个瓶。 比如香港有个收藏家,想以3.4亿人民币收买。 巴黎更是出了40亿人民币的高价想要收藏。 就连日本也出了3亿美元。 不过中国的东西,怎么能被别人买走? 最后扬州市博物馆以3000元的价格收藏。 如今这件园,既然有白龙纹梅平,已经被定义成国宝。 不知朱立恒是否会后悔,当初以18元卖了这件宝物。 的这件事没有发生。 估计之后,是否会这个区别人买走。 刚才参与回他来说非常不轻独的。